现在距离三星堆遗址 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 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 在此期间 专家学者们对曾经出土文物的研究 从未停止 这让我们有机会 与千年前的文明再次相遇 而考古手段也有了质的飞跃 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在地 将会首先看到一栋考古大棚 与许多在露天环境下 进行的田野考古不同 这次的发掘工作 全部都搬进了这考古大棚 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 又被安排住进了 可提供多种功能的 考古发掘方舱内 虽然此次发掘工作的位置 与三十多年前相差不大 但工作的场景 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什么围墙 更没有这种方舱 也没有这个大棚 咱们就是用那个竹子 弄了一个篱笆在旁边 就算是一个警戒线 盖点草棚 我们就在里边工作 从拉竹篱 盖草棚 到如今的考古方舱 考古队员不再需要担心风吹雨淋 同时在舱内 可支持多种设备安装和使用的功能 让发掘更科学 考古大棚方舱 大概我们说的好处就是 避免天气再给我们的影响 另外在我们在方舱内 搭建类似这样的工作架 在清理文物的时候 给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台面 我们可以趴在上面 有了考古发掘方舱这一新场景 让再度开启的三星堆 祭祀坑发掘工作更加可控 而高科技装备的使用 则让现场信息的收集 变得更加丰富 精确和全面 这个仪式叫三维激光扫描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 三维扫描之后形成局部点云 方便考古老师的查阅 查阅基斯坑的高面具体情况 此外 这次工作中 还将各种类型的考古实验室 搬进了发掘现场 应急检测分析室 有机文物应急保护室 微痕物应急保护室 等一系列专业考古实验室 可为考古人员辨认肉眼 无法识别的出土文物类型 准确记录第一手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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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